我想請教一下 林娜璇第四代 雙親第四代 對 有什麼感覺嗎 其實就是回顧以前 但是現在想起來 涼涼的 涼涼的 涼好久 就沒有男朋友 就是每天垃圾我都在陪他 是 真的 單身多年 有點冷 是 現在在節目爭婚就對了 可以 我的電話在這裡 請到他的粉絲頁 謝謝 那才一定選這個歌 我確定是確定有了 其實這首歌是想 確定有了 有對象了 有 這首歌是要 好浪漫喔 因為其實很感動的是 因為我女朋友其實工作很忙 為了來陪我比賽 所以他把所有的工作都推掉 真的喔 對 然後甚至是說我們很久之前 就有訂演唱會的票 他也是為了說參加我的比賽 所以他沒有去參加演唱會 他只跟我說一句話 就是我不想要 浪費每一次你人生 對 錯過你人生的每一次機會 對 這好像是媽媽跟小孩講的 好感動喔 不能錯過你每一次的 畢業年齡啊 成長 成長階段這樣 這個聽起來像媽媽的話 對 因為我比較 我比較容易沒有自信 有時候練歌練到 我就會很否定自己 所以現在有兩張黃牌對不對 對 我其實壓力其實真的滿大 他就是會一直支持我 鼓勵我 對 所以說 因為過幾天是他的生日 我想說這一次剛好也是一個機會 我希望說可以在舞台上 給他一個難忘的生日回憶 所以你是選這首歌當作禮物 對 所以不管 會不會太省一點 是 禮清情義重 對 女朋友就在現場嘛 對 你好 瓜哥 從訂輪第一次來 每一次的錄影 女朋友就站在那個位置 是 然後他唱歌 他就會跟著他唱 然後愛心眼睛這樣斷算斷 一直盯著他看 那目前男朋友兩張黃牌 你有什麼話要給他鼓勵呢 就是相信你是最棒的 繼續加油 都會一直支持你 是 愛心 今天不管結果怎麼樣 我覺得 我今天真的很棒了 是 不是 光唱歌啊 生日都到了 總有一些感性的話表示吧 對啊 看著女朋友好不好 對 都已經不花錢了 你還要... 就真的很謝謝你 就是一直鼓勵我、支持我 然後... 我第一次在... 就是... 這樣的舞台上面表演 然後... 我... 我學習到很多 然後我也是一直... 就是一直找方法練習 甚至最近有去上課 我很迷惘 對 然後他... 對他... 對他說 他就是一直很鼓勵我 對 我希望可以一直唱下去 對 有啦 女朋友 當他眼眶泛紅的時候 女朋友跟著劉遠烈 對啊 他們兩個好可愛哦 就是都很木納 很內斂的情感 是 然後也不敢說太多這樣 但我覺得這很真誠 我們都很感動 此時此刻的感情是非常 簡單、美麗的 對 但是就將來有一天 您真的紅起來 別忘了女朋友 是 我覺得最不容易的就是願意陪你 經歷那個成長過程 那太難了 真的辛苦你了 好 也祝福你們了 是 生日快樂 謝謝 那我們來聽評審講評 丁曉雯老師請 林娜台語歌的轉音 譬如說在那個 都沒有彎魂那個彎 然後都沒有彎魂那個彎 也是一樣都有轉音 那個轉音一定要再去練 台語歌有的時候 它的關鍵精髓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之前講過 練轉音有個方式 有時候一個字有很多轉音 對不對 我們放慢動作來練 好 晚安婚 譬如說這樣子 晚安婚 晚有三個音的話 我們就把它放慢練 一直練到準之後 再加快速度 一直加快 然後唱到習慣 你就不用用腦袋去想說 我這邊要轉音 因為你的肌肉會記住那個位置 所以林娜這部分還要再去練 除此之外 我覺得你在情緒的部分 一直很克制耶 唱歌好謹慎喔 我覺得你沒有放開來唱啊 我有試過放進去 但我都會忘辭 對 我都會到那個畫面 我不會 不敢去想以前的事情啦 太入神了 就會反而會忘辭 我會累 可能會累 想要舞台這樣子 這樣子啊 對,所以我就不想要完全的... 好希望可以看到 這麼悲慘的做起來 太悲慘的過去不需要... 這樣我們選一個歌詞簡單的歌 不需要太費神來背歌詞 然後很希望看到你一次 可以放出情緒來唱 要不然我一直覺得 你的情緒非常克制 這個可能會是你的障礙 跨越那個障礙,好嗎 好,謝謝老師 好 定輪 今天很感人啊 這個... 不管今天結局如何啊 我覺得值得了 定輪看起來是個好男人 謝謝 嫁給你應該滿幸福的 那今天這個歌呢 定輪唱起來 就是有一種純真的態度跟語氣 很符合這個歌的一個意義在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個歌 它比較是中版的歌 然後它的音域不是那麼寬 所以很難讓你表現 你的高音域的特色 然後再來就是 它整個歌曲的結構的層次 也不是說這麼峰迴路轉 所以唱起來會覺得 怎麼有點不過癮 定輪今天這個歌不過癮 選歌還是要注意 要能夠彰顯你原來的特質 好 謝謝老師 兩位要加油 鍾志銘老師請 林娜今天這首歌 其實最大的缺點就是 副歌的音準有一點不太穩定 其實我滿意外的 因為我前幾次來聽你唱 我覺得你的音準是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我想 可能只是一首歌的... 這一首歌的... 單純的這一首歌的緣故 所以... 因為平常你的音準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我給你的建議就是說 平常是唱國語的 可能米南語還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我覺得你沒有在唱米南語歌曲的時候 沒有太多自己個人的特色 那我覺得你可以想想就是說 你平常唱國語歌 你的優點在哪裡 你有哪些東西是比較不一樣的 你把這個東西做個融合 你用唱國語的方式 你把你的特點唱到米南語來 那麼可能就會把你自己的特點 能夠更彰顯出來 如果說再多一點亮點的話 那再加上你有這麼好的聲音 那你將來的前途會非常好的 好不好 加油 定倫呢 這一首歌我覺得你唱得太小心了 因為這首歌能夠發揮的地方 不是那麼多 你又唱得這麼小心的話 那亮點又出不來 尤其是你譬如說你如果照他的歌詞來講的話 它是我確定 你如果在台上是很霸氣的 唱這個我確定 就男人對女人說我確定 應該是很霸氣的 你不要唱的感覺好像說 因為我怕他所以我確定 就變成這樣太小心了 要霸氣要出來好不好 好 謝謝老師 加油 首先我們來看林娜的這首歌 《雙心在世代》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台語咬字越來越進步的林娜 分數來到86878889 90 小數點繼續跑 91 是多少 恭喜得到91.5分 接下來看才定倫的 我確定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這首送給女朋友的歌曲 能夠得到好成績嗎 88 89 90 91 小數點繼續跑 恭喜得到91.6分 謝謝 接下來介紹三號參賽者